不久前,日本的60多位黑道大哥集结聚会,还拍摄了很多照片。这些照片流出后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。大家都觉得这些看起来超胸的黑道大哥有点怪。没想到背后的真相竟然比想象中还要精彩。 照片中的黑道大哥们穿着西装,一脸张扬,超强的魄力格的屏幕都感受得一清二楚。虽然他们看起来凶神恶煞,但好像哪里怪怪的。真正的黑道大哥拍照时应该不会比心和剪刀手吧? 其实这些人根本不是黑道大哥。这是一场为了庆生举办的cosplay聚会。不仅如此,除了一位男生,其他的黑道大哥都是女生装扮而成的。为了筹办这场聚会,他们从一个月前就开始讨论了。 明明是女生,却比真正的男生还要霸戏。这太不科学了。这场生日聚会特别又开心。他们换回女装后应该还有点不习惯吧?毕竟装扮成男生真的很威武呢。